我们今天是第二场的分享 请我们的工程水防署检测阶测组的 黄宏奇博博士利用研究员 来分享的题目是 利用土丁修复松散填土编波的设计图景 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她 大家好 我是黄宏奇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一篇翻译文献 这个文献应该在我们的组里头 简单监测组里头的官方网页应该看得到 那我今天的主要的题目是 土丁修复松散填土编波的设计图解 那从题目上来看就是图解 那我会有很多的图示 这是一本香港的设计手册 那他们有一些其他一系列的设计的参考图说 那今天这一本的话 只是局限在于某一些边坡上的设计方式 所以呢我今天把这本图说稍微摘入了把后面的东西摘入了起来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缺漏的部分 所以我有增加其他的参考文献 那我今天主要的简报大纲是我定义 先定义什么是松散填土编波修复的内容 这本报告书的内容 然后第二是土丁在土层中的应力行为 然后才会进到我们这本报告书的主轴 是不同情境下的土丁应用 最后是给各位分享一下 这本报告的结论与建议 以及它适用的一些范围 好 首先来看一下这本报告书整本的内容 它主要是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地工程处 它提出的是松散填土编波改良用的土丁 设计指南跟补充的内容 所谓的补充内容就是它把一些 编波模拟的城市的分析案例 把它收集在这本报告书里头 那它是藉由松散填土编波 在编波中的土壤改良来探讨 探讨设计方法跟稳固性的细节 那它只有后面这半段 也就是说它只有做城市模拟的一些输入 跟一些指南 所以前半段的土壤力学的一些理论 或者是它的观念 其实它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 那我完整性的状态下 我把美国高速公路总署的 Fedal Highway的一个土丁边坡的土丁墙的一些前半段的一到五章 我把它载入进来 所以这一篇大概是两本报告的导渡 那再来就是因为局限在完整 完整第一本香港土目署的报告 所以把硬力加上分析的模式 那至于如果是围管或者是防锈 或者是一些后续维护补偿的部分 那如果未来有时间的话 这个Fedal Highway的第六章到第十章 是这个部分 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在做导读 我们先从极限平衡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今天一个土丁结构物 我希望它不要坏掉 那我就先假设它是怎么样坏掉 然后去模拟这件事情 从破坏的概念来去看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从A到I的一个分析的 应该说破坏的案例 来看一下它 我们把它略分为三种破坏形式 从稳定性来看 从A图来看的话 就是如果我给它一个外力的话 它会造成它的土丁 这个是拉出的部分 这是一个破坏的模式 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体滑动 那也就是说 如果它的破坏面是从整个家境的 应该说土丁墙的外围 直接滑动出去的时候 那这个是要求整体滑动 再来的话是C这个部分的话 是基础的滑动 也就是说我的基础 其实不是很稳固 盖在一个不稳固的滑动 基础上面 它其实是会滑动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三座墙 ABC这三座墙 会因为稳定性不足而产生破坏 好 再来是强度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强度的问题的话 第一的话是横向滑动 这表示说 它底下其实是有一个 不稳定的土壤 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 那所以它会造成 它会因为我的重力的关系 会造成横向的滑动 再来是 一的这个部分的话 是土壤跟土 土丁间的土壤强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 等会在后面会说 我们的会假设一个 假设它是一个滑动面 那滑动面后方 它是一个被动涂压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的被动涂压力 提供的不足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 被动涂压跟主动涂压的 不稳定的状态 会产生倾倒滑 破坏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 一 它是强度不足 就是界面强度的不足 F的话是土壤的拉力破坏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的土壤 土丁这个部分的话 它的强度不足 也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提供 它的垂直纵向硬力的时候 它会产生 土丁拉断的时候 这是F的部分 这是D、E、F 这三个是强度不足的状态 它会产生的一个破坏面 一个分析模式 再来是F 再来是GHI 这三个部分的话 是土丁它需要有一个面板 那来去做一个像是 像是一个压实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面板的破坏 有可能是面板弯曲 那这个时候是因为面板的夹缝的部分 再来是H 那它是一个配件 那配件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土丁 对外的强度 或是你的土丁打的打射的压力过大 它又产生是它是所谓的充减 也就是说我的面板是会被剪断的 再来是螺栓的胀力部分 也就是说土丁在打进去的时候 会给它一个主动涂压力 那主动涂压的过大 会战身我的螺栓配件的断裂 那这以上是三种不同的破坏极限的状态 那我要怎么样去设计 避免这三种状态 它的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从破坏的模式来往前看这件事情 好 来看看土丁在土层中 它的硬力行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行为 我们从左边这张图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这是一张土丁的示意图 那全长是L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条线 这条线是假设的滑动面 在滑动面的左侧跟右侧 其实是产生不一样的力量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把它往下延伸下来的话 会有一个QS 这是所谓的僵体跟土壤界面中的移动 产生的一个函数的关系式 这个函数会因为你的土丁长度 而产生有一个反折的反折点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土丁在整个土丁的表面上 它会产生一个最大的拉力 我先提醒一下 就是土丁其实是一个被动元件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移动力的话 它是不会产生作用力的 所以我今天我一定要给它一个 土丁顶部的拉力 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运动的状态 它才会产生一个被动涂压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土丁在土壤之间受拉之后 或者是它在产生位移力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位移的行为 好 那再来看看 右边这张图 我们看一下在土丁的左侧跟右侧一样 刚刚提醒过就是 左右两边所承受的拉力是不一样的 那左侧这边在靠近土丁头端的 这个部分是主动区 那被动区是在后端 就是在滑动面的后端 那这也是土丁提供保定力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那也是我们设计土丁的时候 比较需要注意考虑的一个对象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土丁墙 它在土丁群的时候 它在墙面或者是在边坡表面上 它会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行为 好 我们从左侧来看这张图 如果我要让一个块体或者是一块土壤 它产生运动的时候 我就给它一个自由面 也就是说我在这一块里头 我就一个开挖跟施工 开挖施工到竣工的一个 潜在滑动面跟土丁的拉力的行为 我们看一下虚线这一块是 当我把左侧的这个土块挖开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滑动面 那我的前面的这个自由面也会产生一个滑动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会产生一个滑动面 然后会产生一直到我打了第N根的那个土丁面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我给它如果我今天不做任何动作 那它就会直接会滑动 所以我今天为了要让它做一个稳固的状态 所以我是挖一段 然后打一段 然后支撑一段 这是土丁 我们在做支撑开挖的时候 做土丁在支撑面上一个动作 那用这个来去做解释 就是我可以把它应用在边坡上面或者是挡土墙上面是都可以的 好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最上面的这个 TS跟L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我的土丁挖一段打一段 就是有运动有滑动 然后有被动吐压的时候 它会随着我的加进 随着我的土丁打射的部分的话 它会产生张力跟位移的关系 然后一直到我第N项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最大的TS跟L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底线的关系 好 这个是潜在滑动面跟土丁间的拉力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当它是一个土丁强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它的土丁在滑动面上会产生多大的T-mesma 那会因为你的土丁的打射的层面不同而产生各个T-mesma的最大跟最小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是为了要设计假设我的土丁 在受力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被拉断 那一旦被拉断 那结构体其实就是 就等同就是失败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设计的部分 那看一下就是 这个是虚线是一个滑动面 通常我们把虚线这个滑动面会设计在0.4到0.3H之间 就是这是土墙面的设计或者是边坡的设计 再来就是LT的话是被动土压 刚刚说过它是一个被动握果的土压力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握果力长度的部分 所以可想而知的话就是 如果我的长度越长 对于稳定性其实是越高的 那长度是越低 越短的话它的稳定性是越低的 那可能要问一下的就是 越长越好吗 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有时候越长 它会影响到林房的建筑 或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一些一些一些影响 影响力之类的 好所以LT其实是我们要设计的部分 就是我的握果力需要多大 好那记得 这个是一个黄金的交叉点 然后也是那条线 所以就是T-Mathema发生的位置 然后也是一个反折点 所以这个是我们关心的一个参数 好来再来就是我们把刚刚把所有的土丁在土壤里头的硬力都讲过一遍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我今天要设计一个土丁墙 这个可能是墙体或者是我要把它打射在边坡里头 我要怎么去设计这个部分我需要什么样子的参数 除了土壤参数之外我需要什么样的硬力来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可能提醒一下因为在香港的这本报告书里头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地震力的 所以它是完全是静态或者是一个静态的呆载重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ES其实是水平分量 那它是由QS所造成的水平分量 然后主动涂压力是PA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知道这些参数之后 我需要知道的是这一块 我要设计的也就是这一块土壤 这一块的加进土丁的墙面或者是土体它的稳定性 那还记得吗就是我需要知道的是它会不会滑动 它会不会有破坏面 然后它的破坏面如果经过了土丁之后它会不会断掉 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不会倾倒 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不会把土丁抽出来 所以这接下来的设计就是在香港的这本文献里头 它有说我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土丁的设计 那它的着重在于说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边坡 那这个边坡前面的这一块其实是松散的 那我要如何去设计不同形态的边坡 那它有载明了大概三到四种形态 但是每一个形态是只关系到它的土丁它的打射的方向 那至于为什么它会考虑到打射的方向 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状态来说一下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左侧的这个流程图 它是在土丁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土壤参数了 它只着重在于我要怎么设计这个土丁墙 它的操作模式所以首先我们要在静态的条件下 确定它是不是是否需要进行土丁改善工程 这个时候就是我需要把建模先把它模型建出来 然后给它一个基本的参数 然后跟土层的分析量跟地下水位的部分 那这时候我去做边坡稳定分析 然后去考虑到说它是不是安全的 那右侧这边的话是FS它的安全系数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其实有小1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状态下就表示它在没有做任何安全保全的状态下 它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边坡稳定的这个工程 那这个工程它用什么 它用的是土丁工程 那在土丁工程的状态下 它让不排水条件来进行土丁改善的稳定工程 以及排水的条件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这张图秀的是 在无排水的条件状态下 土丁的应该说这个边坡里头 它的安全应该说它每一层的被动土压系数是多少 那它把它分成是10个坡面来去分析这一段垂直的单位应力 好 再来是它有一个总和的一个应力 好这个是它做的一个输入参数的一个成果 好 我们看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它把它 我们的土丁应该是就是打一二三这种倾斜度 可是它今天它希望的是我的倾斜 会有一所谓的混合土丁装设 也就是说我把土丁打的除了会有两 那说除了单向的倾斜角度之外还会有高角度的倾斜状态 所以它让它去设计这个模型 然后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分析 然后去分析一下这个 这条程式适不适用会不会安全这一块部分 好那如果你看一下前面那一张的话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不安全的 再来是分析它安全系组 接下来我们打了两个方向的土丁之后 它的土丁安全系组其实是很明显的提高 好这是第二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就是它有一个激请斜的部分 就是把土丁打的非常的非常的角度非常的大 然后去固定这一块去稳定这一块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松散突让 好然后去做一个案例的分析 好那回过头来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它打的这个高角度 全部高角度跟有倾斜的角度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在分析上的理念会是什么样子的不同 所以他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设计 那我想说这是一个香港案例 它是一个有比较地域性的一个考量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一样它会做一个相同的编和稳定分析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话你可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的角度其实是相同的但是长度是不同 也就是说如果 好那这等一下再说好了 因为长度的话是一会比较短的原因是有原因的 那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部分来说 再来就是我们把他们把土丁的分析模型放到Process里头去做应力应变的分析 来去看它的应力分析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分析状态 这是建模的过程 然后底下是基础土壤 它的基础土壤的类别是风化性的包钢岩 然后再来会是它的中产性的土壤 然后是非凝聚性的 所以它才会有所谓的 所谓的非异化 不能异化的一个部分的考量 好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 这个编坡模型就是让它有一个位移之后 会产生开始产生应力的变化 然后一直到它如果到120mm的位移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多大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就已经开始产生的应力集中的状态 所以它利用这样子的Process 2D的一套模式来去看它的编坡里头的一个应变 跟它的应力分析的一个状态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展示 好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几何形态就是 比较不同的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是它的几何形态刚刚是非常规则的 那现在是一个就是类似田土边坡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是它是一个斜角 然后它的斜坡高度 坡度高度是10米 那整个松散边坡分析的一个部分就是从基础图染往上的话是6米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有什么不同 跟前面那几个制作的类型的不同的方式是 几何上的变异以及地下水的变异 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长流的地下水 然后再给它一个渗流地下水 所以它除了长流的地下水之外 它还会有一个渗流压力的部分 那它是用这个软体来去测试它的这个边坡稳定分析的一个状态 一样它就是把它做五个边坡的圆弧滑动来去做安全稳定分析 那再来就是我要在安全稳定在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保护工程下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硬力以及它的安全系数跟硬力应变的关系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锈石这样子 一样它还是做一个混合土丁的状态混合土丁的一个模式 就是一个正常倾斜角度以及高角度的一个混合的模式 来去做一个分析的部分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加进钱 在失做钱跟没有失做钱 它的安全稳定确实是有提升的 我刚刚有讨论过说 为什么它要做高角度的稳定分析 以及正常角度的稳定分析 在香港的地质或者是地理环境背景上的状态 它们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的角度如果都是正常的时候 这个土丁有可能会入侵其他的建筑物底下 那有可能造成其他建筑物的一些损坏 或者是一些纠纷之类的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把角度打得很高 然后最上面的这支土丁是可以做比较短的一个设计 那回过头来想一下就是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这样子的土丁有什么不同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边坡是安全滑动性 滑动面如果是相同的状态下 它所切过的土丁剖面可能在高角度的状态下是比较少的 那如果是正常角度的话它是比较高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以土丁的剪切面来说的话 当然是正常的状态是好的 那我们能够比较有主抗力 那最后的结论 给各位下几个结论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香港的一个设计手册 所以我们可以用参考的方式来去看这件事情 但是可能不能直接引用 因为第一地条件不一样 然后地质条件也不同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去参考别人的东西 但是不能直接拿来引用 所以那我下来几个结论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就是土丁其实是属于一个刚性材料 它是承受张力跟简易跟弯具的 所以必须要就是藉由土壤的变形才能发挥加进的作用 所以说刚刚就提醒各位的是 土丁其实是一个被动元件 你如果没有一个主动压力给它产生反作用力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会有受力的状态 好它跟地毛是有差别的 然后再来是土丁跟土壤之间的互质 这个时候它就其实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所谓的互质就是你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张图 所谓的互质作用就是我现在在土丁周围所产生的这些硬力 因为滑动面的关系而产生它的主动区跟被动区这一块 第二点的话就是土丁加进效益的发挥 所以主要是由土丁跟土壤之间相对的进度 所谓的进度是土壤的变形力应该这么说 如果土壤它今天只能承受压力 但是如果加进土丁之后它其实就可以承受长力 这是进度的不同 然后再来是两者间的摩擦力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土丁跟土壤之间的摩擦力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加进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的主动区 也就是我们从这一张图由右上角这张图来看 土丁的主动区如果产生了一个下滑的驱动力 那这个时候土块其实会产生摩擦力产生数字 而传递到背后的这个主动土压力 产生土丁的拉拔力 这个是土丁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行为 再来是如果我的潜在滑动面两侧的土丁 然后产生相对位移的时候 它会发生发展出作用于土丁的被动土压力 那使得那个我们的土丁能够发挥它的抗减抗弯跟 以及它的抵抗主动区的滑动面 好那这是土丁它整个在作用的应义行为 好最后来看一下 任何一个工程都有它的限制跟适用 那所以土丁它也一样就是它有一些适用的条件 比如说它不适用在软弱跟高潜变的黏土 为什么因为它摩擦力不足 那如果说我一定要用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它的黏土层就会变成说我需要很长的长度 或是很高的密度 那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效益了 好所以帮各位整合了一下土丁的适用工法 土丁工法的适用地质条件就是 我希望它是一个坚硬然后低硕性 然后不具浅变的黏土质沉泥 这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是它的适用凝聚力要小于5km米平方 然后而且它的自然含水量必须大于5的细或中细的沙子 因为可以提高很好的握活力 然后再来是我的低硕巨性或者是紧密的沙粒层 这个是也可以适用的 以及残余土壤或没有不利顺向的风化岩层 所以其实有说尽量不要用在顺向坡 但是现在其实还有一些争议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就是 鼻醒各位就是尽量不要用在不利顺向的风化岩层 那第三是第五是要在地下水位以上 尽量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原因是因为土丁它是金属的 那它可能会生锈 如果说你在地下水位以下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特别的防锈石的部分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的经济效率可能也会就是降低 好那再来是土丁不适用的地质条件就是它有 如果它是一个有机或者是粘性土壤 粘性异性指数大于0.2的时候 它其实是以及它的不排水减低强度 在50K跟米平方以上的粘土它是不适用的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粘性土壤的部分 然后如果它的冠入深度 冠入标准冠入试验的N值是低于10的时候 它也是个非常软弱的土壤 其实是支撑率不足的 我们不建议用土低 然后或者是它相对密度小于30的时候 那它的那个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沙 其实也不建议使用 因为握股力其实不太够 然后第三是均匀系数 第二的不良极配 其实就是它会有非常多的孔洞 你会造成它的僵体外溢之类的 然后第四是膨胀性的土壤 其实也不适用 含水量高的 应该说含有极高水量 或者是有水带的地层 其实也不适用 这是会有可能会稀释掉我们的灌浆 土丁外层的灌浆 然后最后是 再来是有结理或是锈石的岩石 然后以及矿渣堆积区以及不利的弱面 其实这些岩石区都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有非常大的孔洞 尤其你难以预测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